这个问题是想问一下周先生的 他说我是一个工业科技公司的老板 公司刚刚成立 我以前是技术出身 对于管理尤其是财务这块完全不懂 在创业初期我是应该自己管理账务这块呢 还是请一个财务公司来做账 作为一个早期企业的老板 你要完全看不懂账 可能是有问题的 早期的企业 我个人建议呢 尽量不要请财务公司来帮你做 因为这样的话呢 公司的这个成本和费用会比较高 可能还是说 请一个会计储纳在公司内部 做一个简易的报表 因为对于早期企业 它不像大的公司或上市公司 需要那么细致 但是作为老板 我建议就是说 他自己对于我们这个财务上三张表 准益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那么这三张表 可能还是要有大致的了解 知道这些数是怎么来的 因为我们会有销售人员 无论是他们责任性不强 或者道德问题 或者说能力问题 可能都会有些数字会出偏差 那么这里面有强调的就是 小公司一定要注重现金 因为很小的企业 你销售人员有时候做得挺好 现金没了 而且你公司又很小 你贷不到款 你银行不会给你贷款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一旦在现金上翻一个 我想说 这个公司可能就是灭顶之战 是 这份情细 你一直让 vaak 看到了 我只是挺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